哈喽 大家好 我是猫猫无限 今天呢 这一台ac88U呢 进来维修啊 其实今天的话已经是农历的 可以看到已经是农历的腊月25了 已经快要过年了 这个过年前就看一下能不能尽量把它修好 这个路由器上面呢 它贴了一个纸条啊 描述了一下故障 故障的话就说 呃 刚接上电源的话正常啊 然后那个用了大概一个小时就出现连不上外网 然后 重启效正常一会儿就出现啊 然后 大概就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的话肯定是主板硬件出问题了 具体什么情况呢 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 这台机器的应该是没有拆过机的啊 因为我看到这个 脚垫的 这个说面胶粘得非常紧 如果是拆过的话呢 这地方应该会非常的松 花了点时间呢 我已经把路由器拆开了啊 然后 这个路由器的话可以看到 里面非常干净 没有经过 这种散热的改造啊 昨天的话 还有个朋友问我说 呃 最近非常痛苦啊 为什么呢 然后他说 这个ac88U的路由器 嗯 温度降不下去 该怎么办 哦 不对 他的问题什么呢 是ac88U的温度比较高 嗯 然后又不想用风扇来对他进行降温 呃 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温度低下来 搞得我也很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 然后呢 我就问他 我说 呃 很奇怪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温度降下来呢 他说 呃 听我听说呀 这个ac88U如果是温度 呃 不降下来的话呢 他使用的过程中就很容易损坏 然后呢 我就跟他讲 我说 这个 温度高跟他坏不坏 其实呃 没有遍的联系啊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好比说那个 呃 攻击打鸣 我们听到攻击打鸣的话 就知道 嗯 天该亮了 但是你说是不是攻击打鸣的话 天就一定会亮的 他们两者之间 其实是没有遍的联系的 所谓的攻击打鸣 天就亮了 只是说 我们大脑根据这个 机油的 观察到的现实 然后 通过一些 呃 逻辑加工得出的一个结论 所以说 这个路由器呢 跟那个道理也差不多 你之所以看到坏的路由器 温度比较高 是因为本身这个博通的 呃 这套硬件方案 他 他本来温度就比较高啊 然后那个就好比说那个 呃 独立显卡的电脑 你装一个那个 呃 鲁大师什么呢 可以看一下他的温度 基本上 嗯 核心温度 可能都在 呃 八九十度的温度吧 嗯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啊 所以说 他温度高 并不代表说他一定会坏 呃 但是他坏的话 那肯定温度高 因为他本身温度都是高的 所以说 嗯 他这个不是一个遍典的关系 就这个路由器 你该怎么用就怎么用 呃 不用说 不用去纠结这个温度的问题 呃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就有的朋友说那个 呃 那什么那个 嗯 斐逊的k3啊 然后 他的温度比较高 然后必须得改散热 这样的话 无线芯片才不至于损坏 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 那无线芯片损坏 并不一定说就是高温 或者说什么漏油造成的 首先那个油的话 它是绝颜的 它不会说 不会导电 啊 那个油 就是你漏到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芯片上面去的话 并不会导致它损坏 坏的话 其实都是 呃 芯片自身的原因啊 然后你该该坏的时候 说实在的 你该怎么用 它还会坏 呃 不该坏的话 有的可能用一年两年 人家好好的 有的可能改了散热 呃 一个月 然后就挂掉了 这个例子的话 我听说过 大概有 三例啊 三例都跟我说 哎呦 我改了散热 用一个月 k3就挂了 拿着 没办法 本身它就不是散热导致的嘛 好了 现在我把路由器呢 参加电了 参加电了 我们来 呃 等待一个小时吧 等待一个小时 然后来看一下 它 不正常的时候 这个路由器 嗯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好吧 现在它启动的话 都是比较正常的啊 好了 我们一个小时以后 回来再看 我问了一下 这个朋友 他说那个有线 包括5G的话 都是正常的啊 就是0.4G 呃 速度特别的慢 有的时候连不上 那我现在就来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 我现在应连上了0.4G的wifi 这个ac88u 我现在准备来测一下这个网速啊 看一下 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下载的速度了 但是可以平通的 看到 现在已经测速完毕了 可以给下载速度0.1兆 上传的话是0 所以说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基本上可以判断是无线芯片有问题啊 我们只要把2.4G的 wifi芯片坏掉 应该问题就能解决 花了点时间呢 我已经把这个屏蔽盖什么的全给拆掉了啊 可以看到 这上面这两坨的话就是无线芯片 一个是0.4G 一个是5G啊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我靠这两个芯片 你 怎么知道哪个是0.4G 哪个是5G啊 要判断的话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来个顺藤摩瓜就好了 我们只要看他的 放大器芯片 放大器芯片的话 上面肯定是有标注的 2.4G 跟5G的芯片大小都不一样的 5G的话个头会大一点 2.4G的话个头会小一点 然后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说了 哦 这边两个都是 个头比较大的 这肯定是5G的 然后这个芯片应该就是5G的wifi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个5G的芯片呢 实际上它的这个 这个线路是连到这个芯片上的 2.4G呢 然后是从这个芯片发出来的 这边的话 呃 也有那个 两个2.4G的wifi啊 但这个2.4G的wifi呢 实际上是存这个芯片 这个发出来以后到板层下面 然后从下面穿过来 然后 跟那个什么穿针引线似的啊 也从这边 又冒出来了 然后又连到这个芯片上了 所以说 这个芯片才是2.4G的 这个芯片呢 是5G的 好 哇 我去 好难拆啊 哇靠 好空气 好了 花了一点时间呢 我终于把这个 无线芯片给拆下来了 刚才在拆的时候 由于这个芯片呢 粘得太紧了啊 然后不小心把旁边的几个 小的元器件给碰到错位了 不过还好 没关系 他们没有那个 找不着 找不着的话 比较麻烦了 我现在把它归一下位 花了一点时间呢 我已经把芯片 不是芯片 元器件归位了 然后顺便把焊盘给清理干净了 芯片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个全新的芯片啊 给我点时间 我把它制下锡 又花了一点时间呢 我已经把这个芯片制好了锡啊 现在呢 准备把它焊回去 好了 我准备花点时间 把这个芯片焊上去 好了 芯片的已经焊好了 我等它冷却一下 来通电看一下 现在呢 我已经连好线了 准备通电 可以看到 灯是正常亮了 这个的话 倒不是重点啊 因为本身这个机器 启动的话是正常的 我们要看它 2.4G的WiFi 等一下能不能正常使用啊 这直视灯的话 这是2.4G的 这个是5G的 我们等一下看它会不会亮啊 我简单把路由器拼装了一下 然后 接上了天线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路由器界面 我刚才又重新设置了一下 这个的话是无线名称 2.4G 就是ASUS-A7885G的话 就是后面有一个5G啊 我现在就连上2.4G来看一下 WiFi呢 我已经连上了 现在我来测一下网速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 现在是2.4G的话 现在已经有速度了 大概是50多兆的宽带 带宽 有的人可能会问了 这个路由器的话 0.4G不是应该是至少300兆的带宽吗 为什么在这上面这么带宽只有69 69兆的带宽啊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路由器的带宽 就路由器的本身的硬件性能强 不代表你脸上去以后性能就一定强 因为我的手机的话 它是比较老的一个手机了 脸上去以后呢 一共才是144兆的带宽 因为这个 比如说这个路由器的 2.4G可能最大带宽应该是300兆以上吧 但是你这个手机必须它硬件也得相匹配才行 所以说如果硬件配置或者说那个无线网卡不太适配的话 不太兼容的话 它这个速度可能就会比较慢啊 可以看到这个144兆的带宽 所以说你测出来的速度的话大概70兆的话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2.4G干扰比较严重 前几年的话我们这个用的路由器相对来说没那么多啊 就是这样的话2.4G用起来还行 这几年的话基本上2.4G都没法用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干扰特别严重 你打开手机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2.4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wifi 我现在搜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随便搜有很多的wifi的 这个2.4G的话有个什么特性呢 就是它穿墙能力比较强 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它就容易受到干扰 5G的话为什么网速快呢 是因为5G穿墙能力弱 这样的话它就不容易受到干扰 这个其实也非常好理解啊 就是2.4G的话相当于它穿墙能力强的话 各家的wifi呢它信号都容易交织在一块 这样的话它就容易受到干扰 5G的话可能就局限在你你家的这个几间房子里面啊 其他地方它就传输不过去了 所以说它就没有办法造成干扰 大概是这个情况 好了 那么这个机器的维修呢就拍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